藍藝藍子遭到刑警 雙手上鎬 因為他被發現除了是一名有幫派背景的 通緝犯還涉嫌侵占房子 並且和自己的藍姓女友也住在裡面 但他被逮捕 歸案後又爆發出產權糾紛 所有學人看到通緝犯被逮捕後 才敢站出來主張自己的房屋持有權 因為對方前後侵占已經超過十年 獲利千萬元 現場他們才能進去 所以我就有過去 那時候我才第一次進入這個房屋 這群女子出面控訴 從一百一十年買下產權之後 遭到男性女子和公性男友聚於門外 也不願與其他所有權人進行協商 害怕對方通緝犯身分 只能無奈作罷 甚至外傳她也是資深藝人 藍心梅的堂妹 高調不高調我是不知道 他就是認為說 他已經在裡面很久 我們只能走法律訴訟 我們不能說我們直接進去 只是部分持有的話 你只要持有你那邊住一部分 還OK嘛 但是你全部都圍起來 然後都不給鑰匙 覺得對方相當可惡 他們爭執的就是這間 位在臺北市民權東路巷樓內的三角窗 一二樓是店面 三到六樓都是分租套房 但產權複雜 通緝招待的公性男子 擁有四樓小部分產權 他的男性女友整棟零散 百分之二十三 這群女子則持有 一到六樓百分之十五 其他超過六成產權 又另有他人 因為五組之間的產權糾紛 搞得房客人心惶惶 隨時擔心會無家可歸 而藍新美經濟人面對這個堂妹 則是回應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技術文化理 陳夏偉 參觀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